308大选前 民连三党打着改革的旗号到处煽风点火 掀起了人民反对政府的高潮 他们成功的制造了308政治大海啸 308过后 公正党 民行党 回教党 尽管彼此同闯异梦 各怀鬼胎 为了分享政权利益 他们仓促组织了民连 两年了 民连没有共同的纲领 没有选出真正的领袖 也没有注册 他们发布的宣言空洞服务 你不知道他们要怎样的制补 民连胜利了 支持者一片欢呼 雀跃万分 以为从此民连能够制衡国阵 压制巫统 实行两限制了 民主之花开放了 各族人民将可以得到公平 平等 正义 民主的待遇 阻恶贪污 铲除烂权 光明美好的日子到来了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民众一天一天的失望 308政治海啸 带来的是政局混乱 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 各种争吵 争斗 搞得你没有一天安宁 民连强大 撕裂了族群 撕裂了国家 种族主义 包括来自公正党 回教党的种族主义 回教极端言论 变得更加嚣张 民连除了最新于抢夺政权 早已忘掉了自己的诺言 什么公平 正义 民主 都是假的 民行党主席卡巴欣 抨击安华 企图以最不道德 最卑鄙的手段 鼓励跳槽 他没有资格当领袖 民连安华大谈民主改革 但他所作所为 都是最不民主 和反民主的 这些民主的选择 必须在巴欧业中的活动 我们设定了工作组 像我们在选择预计计划 他们在延估计划 所有三个国家订阅 然后我们设定 成为一般的经济计划 宾州首长 民行党内书林冠英 背信弃义 逼迁斗寇村应急居民 居民强烈反对 斗寇村民遭逼迁 居无定所 深无利坠之地 宾州首长林冠英 在这时 却搬进自己 250万只豪宅 回教党在吉达 拆去唯一的宰猪厂 答应密地建造另一座 一年过去了 不见影子 规定房屋计划 50%照顾土著 发展商强烈反对 雪州在公正党卡利主政下 状况连连 如 在回教党社区 禁止售酒 但在原则中 逼宜印度庙 印度人强烈反对 承诺密地重建 但没有兑现 回教党与民行党对着干 在霹雳州民行党的州议员最多18位 却不能当州务大臣 那么人民为何要支持民行党呢 民连内讧 林吉祥发出三次大出血警告 民连议员领袖 聂阿兹女婿担任 丹州发展局主席 因被怀疑贪污而被撤职 雪州刘天球 欧阳汉华 滥用发展金 公正党国会议员 黄珠强报案 指刘天球在政府办公室 与黑社会地下钱庄 勾结开会 滥发按摩院牌照 雪州大臣卡利拒还 六千万令吉的银行贷款 公正党一波又一波 国州议员退党浪潮 除了说明公正党的议员素质太烂 也说明公正党是乌合之众 在无力可图时立即倒戈 这样的党如何领导改革呢 明连三党理念各异 没有统一组织纪律 各行其事 矛盾无法协调 两年来 明连领袖互相指责攻击 自乱阵教 明连没有共同的行动纲领 谁当明连的领袖 谁当首相 回教党与公正党互相争夺 在308大选的教训下 首相纳吉深知人民对国阵不满 他说要是国阵不改变 人民将改变政府 因此他上台后 尽管有很大的阻力 但他极力推动国家政策 与经济上的改革 他废除服务性领域的限制 废除上市公司的30%土著股权 提出国家转型计划 及六大领域的绩效指标 口口声声要改革的明连领袖 却大力反对国家的改革 攻击首相纳吉的改革计划 回教党表现得更极端 极力维护马来特权 和坚持保留新经济政策 他们声嘶力竭叫喊要民主 但说的做的都是反民主 当政府实行改革时 他们就站在改革的对立面 反对改革 这是明连的真面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